南韓的百貨公司內 竟然有一名男子就這樣大啦啦的騎著腳踏車 在專櫃之間的走道穿梭 行徑相當危險 南韓各地出現 年輕人為了拍影片 搏眼球 直接將腳踏車或電動滑板車騎進商場 而且影片一PO上網 觀看次數都破百萬 但許多家長擔憂這種行為 有可能撞到人引發危險事故 南韓過去五年電動滑板車 引發的交通事故頻傳 不少人騎一騎就撞上路邊臨停車輛 整個人翻過去受傷 還有一名女生上週六黃湯下肚後 在十字路口和汽車相撞重傷送醫 所謂減回移民 因為九車只超標他的驕照 遭到吊銷 最近五年間 발생한 電動滑板車騎進行 違反就會吃上罰單 安全帽密 착용은 2만 원 2인 이상이 탈 경우 4만 원 음주나 무면허 운전은 10만 원 등입니다 不過南韓警方表示相關交通法 已經實施將近兩年事故次數 並沒有因此降低 首爾正在規劃相關的安全教育課程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